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11月10号礼拜五 好 那台北股市今天开地以后 都在低档做震荡 那中场是跌62点 量是230而已 好 OK 那今天很多投资朋友在 我的line上面跟我讲说 老师那你能不能在 你这几天有去讲 所谓的谈生上来 伪创广达 那哪里主力会做一个 所谓出脱的动作 那你能不能再讲一次 还有呢 之前有很多人在买系统 今天一定很多投资老师讲系统 为什么 因为今天系统逆市长 那很多眼前的投资朋友 就跟我讲说 老师你蛮厉害的 系统20块叫人家买 54.98叫人家要卖 然后你就说压回 他上去以后属于超涨 那压回短线到哪里 他会有一个所谓的短撑 那短撑上来 其实他是让你做出脱的动作 让你做出脱动作 你不要错把冯青当马良 那我的节目都事先预告给各位 那最近也很多投资人讲说 老师你有讲过说 如果IC设计就不要买联发科 那种找那900块不要 从500多块讲到900块的就不要买 你去买那子公司达发 那达发今天涨了大概四五块 那请各位注意 小心下个礼拜达发可能会做一个 所谈的弹生那个动作 好OK 那我们现在谈谈 事先预告给各位的 之前 2388 来 2388的威胜 来 今天呢 继续跌 继续跌 那前一波拉伸上来的时候 之前在低档 我之前都在低档跟各位讲 来再跟各位讲一次 来 第一次 从这里来算 我说85块 这边 来 这边先把这个先把它弄掉 这里85.3 告诉你这里是买点 上去告诉你 146 到163要卖 最高到15 下来我告诉各位 99要买 所以第一次告诉你85 第二次告诉你破百 我为了加深各位印象 来跟各位讲 非洲斑马黑白买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三次告诉你这里 来 10月20 10月23号的时候 预告 10月24号 113.5要买 10月 这里最低就是111.5 然后呢 来到 10月30号预告给 10月30号或31号 我今天跟各位讲 118这边是买点 那赏户不会在低档买 赏户一定是涨上来才买 那涨上来 我是不是在节目上面跟各位讲 赏户呢 这里低档买 然后这压回这里 113.118 好OK 那赏户第一波在这里买 我没有失诱讲 我这节目上有交过各位 然后我还秀给各位看 143要卖 这边涨到 145 那赏户都一定买高档 你看开高走低啊 对不对 然后第二波又上来 我就跟各位讲 一定又一堆人 这足力做手的操盘模式 就前几天 本周最高 就是在151 我就跟各位讲 这附近 你最好要闪一下 对不对 好OK 那 联发科 不 微信 第一次在po断那个时候 低点85 告诉你要买 结果涨到 100 146 然后呢 涨到155 然后呢 146到153 叫你要卖 压回来告诉你破百要买 结果跌到99.9 我算99.6 拉伸上来 告诉你不要做追 上去到145 对不对 我刚刚结果到143 事先预算 然后调整一下就145 143 结果最高145 下来 就告诉你 连续两次买点113 113.5 跟118 麻烦你去看10月23号 跟10月30号的 我YouTube的视频 都事先跟各位讲 低点113 113 跟118.5 113.5 跟118 结果谈生上来一堆人 一堆人在这里 这里在买 这个礼拜一 开高再买 因为上礼拜是 涨停板 礼拜有涨停板 涨上来赏户会买 那你如果会算 就知道这边是卖点 这个我事后讲 我没有事先讲 因为我知道 赏户这边 又会在高档买 那下一波押回哪里 哪里 连发 威胜 哪里押回是买点 那 连威胜 它是一个 所谓最便宜的 一个所谓IP股 它已经不是IC设计 那最便宜的IP股 那IP股知道 股王就是世新 第二个 老二就是创意 M31 对不对 还有所谓金星科 还有 那个M31 金星科 还有志源 对不对 那下来就基于额科 再来就是 所谓的威胜 好 那威胜下一波押回来 是哪里是买点 那想要跟着我进 进出 这一次我不好意思 那个之前有很多人 长期看我电视节目 都是低买高卖 我讲威胜 我都事先讲 我若是适合讲 讲的你也可以跟他讲 没关系 郭先生节目事先讲的 就比如讲这几天 很多人都在讲什么 广达 伪创 拉伸上来 我已经告诉你 主力做手会在哪里买 买了 那我等一下会再秀一次 给各位看 包括系统 54.98叫人家要卖 最高涨到61 那压回来到哪里 会一个所谓短线的支撑 做优多 弹身上 他还会再下去 等一下都跟各位讲 那你如果 这些AI的股票 之前比如讲 伪创跟广达 没有在160几跟270几 听我的话粗调 那很可惜 我都事先讲 我伪创跟管达 我救了很多人 我没有事后讲 我每天讲的 好 那你威胜 想要低买高卖的 未来下一波的低点 在什么地方 你就跟着我参加会员 来 小老鼠TREND168 168 那我的ID 那点击进去 搜寻 参加我会员 来买所有的股票 低买高卖 包括威胜 怎么在买 在低打 甚至有很多人 看我电视节目 威胜大赚钱 按照我的指示 事先预告的 大赚钱 然后呢 有很多 就因为这样来参加会员 跟我讲 老师 这是你帮我赚的 然后呢 我拿这些钱 反正你帮我赚的 我参加你会员 未来 我要你教我 所有的股票 低买高卖 那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头顾老师 只有郭宪正 是事先预告 这是低买高卖 这是主力 做手外资的操盘模式 所有股票 你想要低买高卖 如果是威胜 你参加会员 我带着你 威胜如何低买高卖 包括所谓的AI股票 你搞不清楚了 在高档没卖掉了 或是你要怎么 怎么低买高卖的 那你就参加会员 留言580 那参加威胜的 你就留言2388 好 OK 那我们就要开始来 来谈 Line ID 那我跟各位讲 你在台湾想要低买高卖 早跟晚你都会来找我 越快越好 我专门在训练主力 做手的 我没有跟各位讲废话 好 OK 那我们再来谈谈 2382 来 这我之前事先算了 全部把它弄掉 再来一次 来 之前谈生上来就告诉你 216.95 这边就散户买的 对不对 那来到这边 我就告诉你 哪里会来 我没看到 那你不要傻傻 就照我这样子算 我跟各位讲 我还有看 我会算档股票高低点 还有很多技术分析 但是我不方便 在节目上面教 我说 这边 这个262 我算261.95 为什么 逐力做手也会算 那下来就在这里 最低到 188 那谈生上来 我已经讲了 好几天了 对不对 广达谈生上来 会到 来 这个把它修一下 这叫广 来 等一下 不然你不知道 我在说什么 刷一下 来 这是我会员 幼幼班的技术 那比较高端的 不好意思 我不方便在节目上面教 但是 如果你连这都看不懂 那你要小心 所以谈生上来 这一根叫破线 破线赏户会多单出掉 反手放空 懂吗 赏户会买这里 会砍这里 因为这边 带一辆长黑 对不对 这都刻意做的 你如果会算 你就知道 这边是买点 那谈生上来 216跟233 做手会在这里 卖 我先事先跟各位讲 3231 来 之前161 我就知道这边会来 结果最低来到87.7 很多人说 老师你没准 你说86.87 结果呢 只到87.7 那谈生上来 我没看到 我已经讲很多天了 我没看到 这是我会很悠悠班 不好意思 高端的技术分析 我不方便在节目上面交 97.1到103 做手会在这区间卖 包括2363 来 系统 我没看到之前在低档的时候 跟各位讲 来 你看喔 低档的时候 我在跟各位讲 20块要买 没人鸟我 麻烦你去看前面的YouTube 就跟前阵子 来 我在讲 2465的 立台 来 我这里都没看到 告诉你 来 你看那谈生上来 好 我再秀一次给各位看 来 之前告诉你 站上20块 转强 对不对 好 OK 那谈上哪里 应该要卖 我在节目上事先讲的 我如果事后讲 你把它 担就没关系 54.98要出去 我都精算出来 你看喔 这最高 就54.9 54.9 坐手就在会这里卖 那 前几天 我在这里跟各位讲 上去 54.98以上属于超涨 那我没看到后面 原来59.1 最高到61 那压回来会到这里 那来到这边 它是在相对高 它是 这在相对高 它不可能一下子马上跌嘛 先用技术线型 短撑一下 做又多 它未来还会再跌 这个我跟各位讲 60 来 系统61块 我就知道会跌到 30几块 很多人看我电视节目 老师 那个系统 如果来到54.98以上 是不是要卖 我说对 那上来有一些 他说 老师 我卖的更高 那 他未来会到哪里 我说 三字头未来 我61块 我就知道三字头未来 那怎么算呢 我不方便教各位 那我跟各位讲 你下礼拜要小心 广达 对不对 告诉你这个东西 日线上是抠高转折 这是事先做预算 这在台湾会的人 没几个 如果有人会这个东西 我偷偷告诉你 那是我徒弟 就跟最近有很多人告诉我说 老师 有人在用你的三观价 那是不是你徒弟 应该到徒孙了 三观价是我发明的 我发明很多技术分析 三观价 三观价 三转折 三转折 五转折 岁部可以 足部可以 量能比 还有很多 我技术分析都是外面没有的 但是我最出名的技术 技术分析就三观价 三观价现在很多外国人在用 发明者信郭明显症 如果长期看我电视 我当头顾老师 当儿几年了 我专门在教技术分析 专门在训练做手 我专门低买高卖的 现在软体里面有很多 三观价的指标 对不对 很多人都知道 那个发明者信郭明显症 我与有荣烟 跟他同名同姓 那就是我发明的 所以你看 我 来 你看我都事先 技术分析是事先算出来 这是要双观价 这叫三观价 这个叫做均线偏移 你看我 老师 为什么你都知道 来 这五元吗 老师 你的 你的那个均线怎么会 会事先画出来 这是十日均线 这个是二十二日均线 那这有什么好处 这个我在 低档的时候就知道 这里要死亡加差 这里要 这里要 死亡加差 这里要黄金加差 这里要死亡加差 看得懂吗 我回报你领 反正你看不过 我的技术分析 都事先做预算的 我没有在事后的 好 OK 所以 我再讲一次 想要低买高卖 你威胜 想要在低档 要在哪里买的 我已经告诉各位 四次的低档 85 破百 113.5 跟118 那第五次的低档 欢迎跟着我 那参加我会员 在我的LINE上面 留言 2388 留言2388 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节目 不是单一镜头 我是四个镜头 我用轰天蕾 用起舞 用我自己的 轰天蕾 起舞 还有DM 还有我自己的镜头 所以我是四季作业 所以会跳来跳去 喜欢我节目 记得订阅 只要你想要参加会员的 越快越好 我跟哥哥讲 我专门在训练做 我都是低买高卖 尤其你大资金的 可以来找我 我今天摆明 就是要收会员 但是这样是为了你好 我都低买高卖 来小老鼠TR1ND168 那想要跟着我做微信 你就留言2388 那想要AI的股票 低买高卖 你就留言 如果是伪创 你就3231 广达就2382 即将就2376 来 喜欢我节目 记得要订阅 11月10号 我就预测 11月13号 这我都已经在讲下 下礼拜一的事情了 你自己抄 自己记 微信 什么时候是 第五次的低档买点 我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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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是每次的低档 都有预告给各位 上一次就113 5跟118 答发 这个已经在告诉你 这个已经在告诉你 他要攻 你知道吗 他要攻 这里面我不方便跟各位讲什么 你不要去买联发客 你要买答发 文贸 来 之前 这里叫各位买进 然后来到128转强 对不对 现在在158 我如果事后讲 你啥 可以帮他拼到 跌到这里破线 很多人看外 我告诉你 这里是低档 119到122 那这个告121 上来 我都告诉各位 站上128转强 直接跳空 涨停板 就上去 好 我都事先预告 微软 这是 微创集团的 告诉你 这边 来 114转强 系统 来 20块叫你买 54.9 以上叫你要卖 这边我刚刚就算出来 又算59 对不对 那下来告诉你 那是 就刚才那个区间 那谈事实上是让你出 他未来会来三字头 精彩 120转强 亚利 49 这边最低 跌到48 49 这里有人买吗 没有 现在已经55了 你不要去追华城 他比较物超所值 他在相对低档 立志 来 235 为什么一直都在这里 这是华硕集团的 这是做所谓电影管理IC 1000块摘下来的 来 金居 这边是买点 飞鸿 这边是买点 记住 你看电视节目 是买在低 要买低档 不是听在讲几下 去讲涨很多的股票 来 这个帽地 站上228.38转强 这在相对低档 预算调整金融 我比没有模拟管 短中长期破到一体实用 做股票 压回整理 跌势破线低档买 不是买现在在涨或涨一大段 也就是说 你看电视节目 不是在听人家播报 这档股票涨多少 百分之九百分之九九 头顾老师都在播报一档股票涨多少 一年365天每天都大赚 这种鬼话你也相信 你又会预算高低才是赢家 不然赏户 高档都是赏户买的 那如何摆脱赏户赔钱的命运 你就要低买高卖 就来找我 来 11月9号讲11月10号 算出来就是这样 要不要调整一下 来 今天跳空下开对不对 来 780减700减多少 8000嘛 减减8000嘛 对不对 8000乘以 0382 3000 所以 加16 6700 所以今天高点16730 今天最高16725 那第一档呢 又跳空下开 所以呢 他调整一定用0.38 0.68 那这怎么算的 智慧绝晶 16650 16651 他这个昨天算这样 对不对 那今天跳空下开 以他为主 向上0.38 因为跳空下开嘛 向下0.68就算出来 那重点是这怎么算的 这赶户啊 没时间了 没时间调整了 OK 来 那参加 那参加的会员 小老鼠 T-R-E-N-D-E-6-8 那做微胜的 你就留言 2388 广达就2382 那 尾创就3231 那 机甲就2376 那 直接 那 如果 你想要跟着我低买高卖 你就直接 说参加会员 好 小伙节目 记得订阅 好 OK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告端了 祝各位 下礼拜 操板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